你們是誰跟誰告白 如果我告白 要不要在一起 但是我那時候中文不好 他也他語言不好 那你用什麼流通 啊對 身體語言 欸 寶貝 當我了 情人節快樂 歡迎來一個美花 這是什麼啊 情人節快樂 我愛你 歡迎大家來到DECAMERIAL 情人節知識王 耶 今天呢我們邀請了三對異國夫妻 挑戰誰會是知道最多情人節知識的知識王啦 冠軍可以得到深恆山購物金兩千元 哇 靠你了靠你了 先講解一下遊戲規則 採用九宮格的方式 每一格呢都有一個主題 上面有星星 代表分數跟難度 一顆星題目非常簡單 五顆星就會非常難 你答對的那一題呢 就會得到星星相對的分數 一樣是搶答的方式 只有聽到口令才可搶答 否則會喪失達成資格 OK嗎 OK 好 請轉 理想情人 喔 五顆星 請看題目 理想情人上班族男女生 分別最愛什麼職業的對象 A 公務員跟工程師 B 金融業跟醫生 C 空服員跟房東 D 護士跟金融業 請搶答 會 龍 你什麼 會 C 男生都愛空服員啊 但是我們是空服欸 恭喜 達克 我愛你 請搶答 我愛你 好 龍 D 護士 為什麼 金融業經濟穩定 女生又會照顧人 恭喜 達克 YES 來了 來了 好 原來你 我覺得是A 因為我聽過就是台灣的女生 好像都喜歡工程師吧 她們很安穩 然後薪水也OK 恭喜 答對 耶 我說OK 講解一下為什麼是公務員跟工程師 因為有女性透露 雖然工程師她不會交朋友 缺乏浪漫 但是就是因為她的交友圈比較單純 這樣出起來就有安全感 男性來說公務員收入穩定 所以成為綁手這樣 那我們要進行下一題囉 請轉 一顆星的心理學 請問 當兩人互相凌視幾秒 就是一見鍾情 A 8秒 B 5秒 B 7秒 B 10秒 聽了啦 會 龍 我覺得是8秒 因為 不知道欸 10秒 10秒就太久了 有點太長 有點很尷尬 你算出來過 有點過度 但8秒應該是 剛剛好 差不多 答對 喔 就是8秒 可以感覺對方的整體形象 但又短到讓你猜不透對方 喔 請各組 顧看8秒 來 8 7 6 5 4 3 2 1 哇很好 那第一組是什麼情況 我不要 你看嘛 泰國人笑臉比較低啊 這邊慎重跟大家說 恭喜囉 謝謝 好 那我們請下一題囉 請轉 喔 請點 請問愛情所 象徵永恆的愛 下列拿賭配對是錯誤的 請講答 Y B A跟C 我有印象 是錯誤喔 還是你要給我提示 沒有 好 答對 Yeah WOW Good job 但是你知道我為什麼 真的熬你一點點多不浪漫 解釋一下 B呢 奧地利薩爾斯堡 他不是查理大橋 那張圖呢 是馬卡特行人橋 喔 嗯 沒錯 愛情所一開始的由來跟象徵 是為了今天死去的愛人 嗯 所以你們有去過ABC座嗎 沒有 沒有 但是在泰國不能 怎麼沒有 韓國收爾男生塔啊 剛才在那邊念說 為什麼要過那個鎖 對 因為在泰國不能掛 在泰國不能掛 因為你一掛了 你就會跟老公離婚 男朋友的話 就會分手 在泰國你不覺得 泰國沒有這個 就是去鎖的嗎 沒有 我們就是 泰國只有鎖 下降 泰國直接下降了 通常我知道美國是會直接 刻在樹上 哦 樹上或是在 桌子上 就會刻 就跟我們講像比賽一樣 那會是屁骸欸 可能小時候也可以這麼說 那德國咧 我們跟美國一樣 但是現代人 他們現在用graffiti graffiti就是在牆壁上 就是會用那個噴漆 對 然後他們就跑 然後到一個牆壁 越高或是越大越好 然後就噴 下一題囉 停轉 純情 純情是 pure love 純情 請問動物界中 最出名的純情典範是 A鴛鴦 B獅子 C鴨嘴獸 D馬來摩 請搶答 P P P 好像是C 因為我聽過他們很愛對方 然後會不會分開 好 B嗎 就C吧 好 答錯 好 好 請搶答 喂 好 會 A 鴛鴦嗎 嗯 好 答錯 你跟錯 一定不是獅子 不是獅子啊 不是獅子 不可能 因為獅子是一個跟 我不是 所以一定是D 我覺得是D 你回答D B嗎 對 恭喜 答對 對 不可能是獅子啊 對嘛 講解一下 B馬來摩 大家有說過馬來摩嗎 有 泰國有嗎 有 但是我想不知道他的泰文名字叫什麼 馬來摩 呵呵呵 卡 卡 馬來摩卡 馬來摩卡 OK 反正加個卡就是泰文 那我介紹一下馬來摩啊 他其實是出了名的專程 因為他們是一夫一妻子 下一題囉 請轉 告白 請問下列動物求偶方式 何者錯誤 A公海馬叫舞求偶 B公河馬甩屎求偶 C公孔雀對母孔雀開屏 D公蛙求偶會用舌舔母蛙 請搶答 龍 龍 D D嗎 好 鎖定龍 D OK D吧 D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恭喜 答對 哇 Look at you Who would have thought Here we are I would have never thought I wouldn't know Here we are look at you Look at us 不是啦 這不是很恐怖 就是 好 公蛙就是Frog 他求偶呢 他不會用舌頭舔母蛙 他會用鳴叫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 他有鼓鼓的 這個是他叫的鳴男 恭喜龍 耶 很厲害 來問一下你們是誰跟誰告白 我 先 然後他直接把你甩在我臉上 真的假的 真的 姐姐好笑 你嚇到 你真的是很溜 因為在歐美來說 你不常說 I love you 這個詞是很 很serious的 反正早起的時候 他要去上班 然後我就起來 然後就說 然後他說 然後直接算了 你一直想到像我很壞 其實他睡夢中 他在半睡半醒之間 然後我就嚇到 我說我還沒有準備好 OK 就是這一切 那你親咧 我們也是關門 但是他自己親我 然後關門不見 我自己嚇到 因為我們看一個傑領 然後整個氣氛很浪漫 然後那個傑領 然後他跟我講的話 都很 很鼓勵我親他 沒有沒有沒有 喔你鼓勵 不是不是 錯錯錯 你可以誤導好不好 他是說 你怎麼知道做一件事 不會後悔 我說你要做你才知道 會不會後悔 他下一秒就跌倒在我的嘴巴上 然後我們就 輕了好幾秒 他突然就跑走了 就是我下不去的 那會咧 我們好像沒有告白 我們在泰國碰面完之後 就靠LINE 視訊 三個月後吧 我應該是我告白 我覺得有點遠 不然 要不要在一起 但是我那時候中文不好 他也太文不好 那你有什麼活動 身體語言 我們那時候兩個 一句成語可以玩一晚上 我要跟他解釋什麼叫雞飛狗叫 可以玩一個晚上 我給你看什麼叫雞飛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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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什麼 好那我們要看下一題囉 請轉 月老 月老 請問亞戀哪一項 拜月老的方式錯誤 A要準備生辰八字 出生年月日跟對象條件 B可以拜鮮花 C怕用丟 紅線可以多拿幾條 B可以拜甜食 喂 還沒有 喔 淘汰囉 剩一 C C嗎我什麼 一次一跳 恭喜答對 對 另外兩組太興奮了 對 他們是白線 他們泰國所有的結婚是白色的線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白線很長喔 後來我還知道沒有 那個是他們有芒蛤來幫你夾 是會有一大捆的那個白色的 像變線的毛線 那個變線不能丟掉 如果丟掉或者是斷掉的話 就是要留著 婚姻會有危機會有問題 對 所以你們有拜過月老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你拜完月老 科隆就出現了 對 你應該要看那張詞 我是拜月老我真的清單寫得很像 你應該要看一下它真的有一張詞 有符合條件 每一條都中了 看一下下一題囉 請轉 這三題耶 風水 請問一下練哪一項臥室桃花風水是錯誤的 A 避免更衣室有門會有爛桃花 B 夫妻臥室避免粉紅色 C 放大葉植物增加感情交財 D 臥室最好的方位是東南方跟東北方 請搶答 龍 C 一起乾燥花更不能放 好 答錯 請搶答 A A嗎 好 答錯 我覺得是B 因為它跟泰國有一點像 反正錯了就跟他的問題 錯了就錯 答錯了 請搶答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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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 好 臥室最好的方位呢 是在西南方跟西北方 那我們是哪一個 不知道 西北位呢可以使夫妻感情變好 就是睡眠品質可能平常失眠啊 或者是熬夜的人呢 就可以建議臥室的西南方可以讓身心放鬆 來問問一下你們有沒有家裡特殊的風水習慣 我會放我們兩個人的照片在房間 兩個人的照片放在房間 看久了就看膩然後就會容易吵架 或者是頭上 不能放任何的照片 畫的 畫畫的不行 不能什麼什麼都不行 所以在香狂內就不行 所以在香狂內就不行 因為你會睡不好 然後影響到心形 然後心形你們兩個人的感情就會 那如果是Dreamcatcher呢 就 隨便你啦 你說你就 你就隨便你嘛 你想要放就放 但是我看到很多 很多台灣人也會掛在那邊啊 所以你們對於這種東西比較 算真的非常的相信 泰國很相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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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乾燥花絕對不能放 我就有一個朋友是風水師 他就說 你放那麼多乾燥花一定會有很多渣男 我真的被瘋狂被劈腿 但是泰國有一個 就是我們結婚會掛一個花 那個花你一定要留著 你不能丟掉 你丟掉你的婚姻 也會有問題 有問題 跟剛剛面前的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习俗 請為下列情人節特殊文化 何者錯誤 A.泰國情人節會用貼紙傳情 B.美國人從小就會過情人節 C.德國情人節的愛神是狗 D.南非將愛人的名字別在袖子上 請想答 大利 C是錯的 德國是豬吧 豬代表西 大利 對 他們我去德國還有多愛豬 他們不只吃最多豬肉 他們還有為了豬開博物館 沒錯 德國情人節的愛神就是豬 因為豬在德國象徵了幸運 還有慾望 也是情人節的愛神 再來我要問一下 泰國人跟美國人 我們在情人節那一天 我們會買貼紙 貼在身上 如果誰貼很少 意思就是沒有人喜歡他 沒有人愛你 就會很難過 貼啦 自己貼啦 其實有什麼貼 沒有 好那我們來問一下B. 美國人從小就會過情人節 通常是 比如說你爸爸媽媽會帶你出去 然後可能是男生跟爸爸 然後是女生跟媽媽 然後就是會 互相的去 喔來我們挑爸爸一個情人節的禮物 這是 有時候有一個 女朋友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隨便去 什麼白貨公司 挑一個小小的玩具 或什麼東西 然後給他 然後就 嗯我喜歡你 喔好浪漫喔 對 然後我們也是有那個卡片 然後也有那個糖果 有時候跟我吵架 他也會 鞋子 然後就 給我看 便利貼也會 鞋信也會 然後我們都把它收到 花 就會送他很多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玫瑰題 請問 為什麼情人節要送玫瑰花 A 玫瑰是愛神最愛 B 送玫瑰為了紀念花神 B 玫瑰香氣可吸引愛情 B 玫瑰象徵愛情浪漫堅證 請搶答 A 會好像比較壞 B 好我沒有理解 為什麼 象徵我們的 愛情浪漫堅證 恭喜 答咧 玫瑰象徵愛情浪漫堅證 是因為 愛神維納時 尋到他的情人 阿多尼斯的時候 奔跑在很多次的玫瑰花蟲 所以就刺過他的手跟腿 尖銜呢 就抵在玫瑰的花板上 白玫瑰就變成紅的 象徵 尖真愛情的象徵 你們有送過玫瑰嗎 有 剛剛啊 剛剛送了 你們有送過別的顏色嗎 有啊 紅白 紅白 粉紅跟 藍色是沒有 但是有時候會把 一些 對啊 然後我想過 我有收到 沒有 我們第一次碰片也跟花有關係 因為我跟他要Line 然後他不給我 然後旁邊剛有一個小妹妹 他那是在海邊的 餐廳打工 那個小妹妹在賣玫瑰花 我就跟他講說 你全部都給我 然後我給你五百 你趕快回家 那你把一隻拿給姊姊 他才給我Line 終於有分啦 跟妹妹有講話 唯一了一分 沒有 好浪漫耶 公布冠軍 好冠軍就是我們的 背 承讓了承讓了 經過今天的情人節姿勢呢 可以知道 在這個浪漫的節日 在這個世界各地都充滿愛的 但是要記得要珍惜當下 愛要勇敢表達 最重要的是愛是在歌曲也買不到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但愛你啊 謝謝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